健身女神章生活正能量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比较 也不算沉重吧 也是比较 可以说就平常的话题 也不用太渲染了 就是关于癌症 因为我周围的身边的 会有一些朋友啊 朋友的朋友 或者有认识人 可能大家你也是有这种情况 是吧 会有认识一些人得了癌症 总是觉得 一般人就是 或者说过去想法 就是什么 谈癌色变呀 然后觉得得了癌症就要死啊 什么什么的 其实我对这个 这个整个这事情 肯定这是一件 一个怎么说呢 不好的事情 或者不幸的事情 当然肯定自身 会有一定的原因 不管你是基因也好 或者说你的饮食 你的起居 包括你的心情 对吧 这个以后我也会重点再谈一下 都是非常有影响的 想说这个话题也是 因为前两天 我一直特别爱看那个TED TED 它是什么 technology education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 D是什么 education 不是 design 对对对 还是entertainment entertainment design anyways 然后对 有人说我这个中间老夹杂英语 改不了了这个 然后就是里面有一期 就在前一段时间吧 几周前 李开复 他做了一个 我一看 哎 这些中国的人 然后一看是李开复 他讲了一个 我觉得那个讲 就是那期讲的真的挺好的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他表面好像是在讲AI 在讲这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其实他是在讲 就是AI背后的一些人性化的东西 包括他自己的故事 包括大家可能知道 他之前得的是那个淋巴癌 然后是四期 发现时候已经四期了 非常的严重 然后由此我就挺关心的呀 我就说 然后他就好了嘛 经过17个月的治疗 然后他现在是在remission 相当于是属于应该是康复阶段吧 然后是五年内不复发 这应该是2013年 还是14年的事了 13年吧 然后说五年内不复发的话 就是真是叫康复 所以他是有几个阶段的 在这个 就是康复的一个阶段 所以也做一些调查 就一定了解 后来我就感兴趣 我就查呀 我说这个李开复怎么就 好像据说还有一个年轻的女演员 是怎么着忘了叫什么 说22岁也是得同样的病 可能也是当时查出来 就四期了吧 然后人家就 就是就去世了 然后李开复就是 就说神奇的康复了 然后他也是到最后总结 其实也是跟我之前 一些视频都是大同小异 他说的有四点 就是运动 是吧 心情好 幽默 然后就是这个饮食很重要 他是后来就是属于那种 用一些green smoothie 然后一些一些 一些养生汤 然后多吃很多的蔬菜 然后运动 他说心情好 还有睡眠 他说非常重要 其实这也是我之前都提到的 我觉得保持健康 保持年轻 就是那么多的事 是吧 上次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这些六种 所以我看到他写的也是 也是就是真的是 亲身经历嘛 人家是就真的是过来的 然后他也说这个幽默 心情对自己很重要啊 然后怎么吃 这些挺有意思 人家真的是四期 他说这个整个的身体里面 全都是大小的癌细胞 然后肿瘤啊什么的 然后最后也就是康复了 然后他就开始对这个 那工作跟生活的这个平衡 就觉得 其实工作 疯狂的工作 没有那么重要 以前在说什么 什么九九 九九六 早上九点 干到晚上九点 一天 一周工作六天 就是九九六 他现在就是什么九九六 九六五 或者是九九六六 是这样 就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 所以就是 然后当然是在这个 李开福之前呢 我也看了很多的 这种纪录片 也是关于癌症病人的 有些都是真的是明星 有一个是演员吧 澳大利亚的一个男的 他演过什么一个什么 就是一股装配 特帅 然后身材特别好 然后他也是年轻轻的 不知道他当时多大 三十几岁 也是得了癌症 但是他得的 是不是淋巴癌呢 还是什么癌症 也是当时他挺快的 他也是记录整个的过程 从发现 然后一直到诊断 然后他又去了印度 就感觉好像想心灵洗礼一下 当里面有一些可能 这种traditional的 对吧 传统像厂院 像中医的类似那样 对他也没有帮助 然后到最后 他就突然一下就不行 他一开始慢慢就走不了路了 都是这样 他先是化疗 然后再放疗 就是化学疗法 chemotherapy 然后放疗 就是radiation 就是放射疗法 放射疗法 就是相当于最后的一个 就好像就是 就是你 你到最后不行 这就是最后一关 如果这个都不行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但是我看 这个演员 这男的 他到那个 在 就在得病之后 吃的还是 就是那种有糖啊 有碳水 其实我是真觉得 真如果是 有这一类的疾病的话 真的是最好 就是keto 绝对是 我觉得 真的是我特别相信这个 keto就是把你 因为你的碳水滑物 在身体里 就是一种inflammation 就一种发炎 炎症 让你身体 各方面的这个功能呢 就慢慢的减退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这种 autoimmune system 相当于自我免疫力的 这种疾病 是吧 你身体自己 攻击自己的一些细胞 和自己的东西 他认不清 谁是敌人 谁是自己人 所以就是一些像 allergy 我自己本身 在德国那个时候 就在春季的时候 也会有些allergy 之前跟大家说过 就会属于这种 Poland 就是这种花粉过敏 黑 fever 这种 就是什么 流鼻涕啊 这种 然后包括这个 一型糖尿病 然后 对 包括还有这个 这个 Celiac disease 就是你总是 总是这叫什么呀 拉锡 是吧 肚子 就是 就是 拉肚子 然后这都是 可能比如说 跟你吃这个wheat 就是在 碳水面包 或者大麦 就各种古物里面的 这种肤质 然后包括你这个 这个乳制品 吃的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最近也是 在看很多 这样的纪录片 就是 就是真特别好 觉得从这个 documentary里 学到了很多东西 最近 也不是很少看见 也是非常爱看电影 但是 从这些纪录片里 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最新的一些 还有一些很多的 误区啊 什么的 所以我感觉就是 最终还是感觉 这个wheat 就是碳水化合物 这些主食啊 面包 面条 然后米饭 等等这些 现在都是精细化了嘛 对吧 做的人 大白面包 都是已经磨成了粉 把里头一些 有营养的物质 都给剔除了 然后剩下就是那些精细的 就跟糖一样了 其实那些就是糖 就是碳水化合物 到最后就是糖 糖就是糖 包括糖呢 也是吃太多 各种零食啊 奶茶 我看这奶茶店 一回国内 我现在在北京 一回国内就看到 这奶茶店 疯狂的排队 就跟是多好的东西似的 不要钱似的 我之前也是 回国内 尝过一次 我说 看了到底是怎么样 真的喝两口 就喝不下去了 就是 就说白了 就是糖 奶油 就是一些没营养的东西 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 越来越务实了 越来越长大 还是说是越来越老了 以前就总是 小时候就总是 追求这些东西 小时候也没小时候 年轻时候 就总是追求 好看衣服呀 什么化妆啊 然后怎么吃什么去啊 就好像是 现在就看特别清楚 看到事物的本质了 就是吃了 然后就吃麻辣烫 那种清汤麻辣烫 也非常比较干净的 那些地方 也比较开心了 就没有那么多要求 也没有买那么多东西 又说到我 我这个 lifestyle 生活 再回到这个癌症上面去 然后就是 之前又看了几部片吧 都是说这癌症 然后到最后 这个主人公呢 就去世了 都是记录 他整个的一个过程 但是觉得 我觉得人家吃的 还是有问题 我感觉 也不是给人挑错了 真的 如果要是得病的话 就是做这个keto 减少碳数化合物 用植物的这个 这个 叫什么 肉啊 动物的这个肉啊 也是少吃 相当于就是用 植物的 然后比如像 avocado 牛油果 坚果 这些都是挺好的 相当于就是一个 纯素的 一个keto 产通 就是产通 兼致 对吧 产通 那你吃的就是 来自于脂肪 来自于植物的 这个脂肪 而不是来自于 动物的 而不是那些什么 培根呀 什么大鱼大肉 那些东西 肥肉啊 是吧 这样是非常好的 然后green smoothie 绿色的那些东西 当然那种 谷物营养 最好是杂粮的 那种东西 对吧 像什么那些 黎麦呀 是吧 quinoa 然后很多好的东西 然后这个 这个 奇亚籽啊 什么的 这些东西 包括 纯的巧克力粉 里面的 蛋白质 挺高的 然后脂肪 也是挺高 碳数化物非常低 就含糖量 非常低 纯的那个 可可粉 真是非常好 很多东西啊 包括这个coconut 然后这个椰子油啊 等等 所以这个 虽然是不吃肉 但你从植物里面 得到这些脂肪 还是挺多的 然后那个 之前看的那个 Ted又是说 就关于这个 癌症 癌症是 现在是世界上 致死原因的 这个第二大致死原因 他说的 应该是前十名吧 第一个 就是heart disease 心脏病 心脏方面的疾病 第二个就cancer 癌症 第三个是lung disease 肺部的疾病 对吧 那么多人 这个 吸烟 然后 然后这个 现在空气污染又不好 然后这个 之前 我妈做检查 然后她说 这肺部就有小结节 现在得这种肺部 小结节人特别多 一看医院 专门有一个 开了一个挂号 就专门挂这个 也是根吸二手烟 然后 因为我爸是抽烟嘛 嗯 这样子也戒不了 然后这个 包括在北京的话 这空气污染 都有关系的 第四个 就是stroke 就是中风 第五个就是accident 就是一些 一些 一些事故 对吧 交通事故也好 这个 然后第六个 是Alzheimer 这是艾斯海默症 对吧 就属于一种 一种这个老年的 这个 现在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也是关于 就是你大脑子不好使了嘛 然后 这是第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 第七个 diabetes 糖尿病 也是跟吃糖过多 把你的这胰岛素 就就稳乱了 你老是不断的摄入糖 你胰岛素不断的分泌 到最后 这个sensitivity 它的敏感度 就没有那么高了 你吃这个 这个 它就一直在你的体内 对吧 这时候你就 就糖尿病 它不能 胰岛素 你分泌再多 它也不能把你的 这个糖输送到 你需要这些糖分的地方 就是从血液中 去拿走 这样你就必须打针 或者是吃药 降糖 这个也是 一种这种慢性的 我觉得 也不是我觉得 就是已经是被证实了 就是跟 吃过多的碳水 还有过多的糖 都是有关系的 就让你的胰岛素 分泌不敏感 它就自己的功能 就没有那么的 那么的 那么的好了 你要是胰岛素 分泌特别敏感的 就你稍微吃点糖 它就 它就会出一点胰岛素 然后把这些糖呢 给分配到身体的 这个各个的部分 通过这个血管 是吧 输送到里面去 然后你就把这个糖吸收了 但你要不能吸收 这个糖就是 糖原在你的血管里面 就会糖中毒 那就非常危险 对有生命危险 然后第八个 就是Kidney disease 就是你这个 关于肾的一些疾病 第九是Lung infection 属于这种肺的感染 肺部的感染 第十个 Suicide 压力过大 那就自杀 对吧 说这十个 其实也是 就是 说白了 就是比较 比较大的话 就是这个 跟这个健康 比较有关系 然后又想 再想提到 我觉得就是 刚才也说到 这个 Alzheimer 然后包括 我就一直搞健身 对吧 包括关于一个肌肉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人的肌肉 跟你人的整个的健康 又是我觉得 不是我觉得 是我通过这多年的研究 真的是非常有关系的 肌肉和你的大脑 都是属于这种 Use it or lose it 你不用 它就慢慢变小 你脑子你不用 你就慢慢就变笨了 你大脑量 你就缩小了 肌肉你不用 你也慢慢就流失了 对吧 你就不断去锻炼它 然后你可能多跟别人玩一些 我就特别爱玩桌游啊 我觉得这跟治疗 艾滋梦症 可能也有关系 有没有了 就是你多动脑筋 下下棋啊 对吧 就是脑子里 多去多想 去多琢磨 非常有好处 尤其年龄大的时候 要就是 做一些这种 质疑的游戏啊 挺好的 并不是说 让你说玩游戏上 也不是那种特别 没有叫什么 就是没有价值 没有营养的一些游戏 会赌博 而是让你锻炼大脑 对吧 包括你的肌肉 你不用它就没了 所以你要得多用 多练 肌肉 还没听说过 有人想捡肌肉 都是要增肌 对吧 你的肌肉减少了 你身体的各个官能 都会有所影响 影响你的寿命 你想想那些坐轮椅的人 并不是人家病了坐轮椅 而是因为人家站不起来了 腿里没肌肉了 你就站不起来 你就得坐轮椅 猪拐棍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癌症 因为现在是 可以说就是 当然癌症也是分 不同的种类 是吧 有些可能比较容易治一些 有些什么 就是疼一些 有些不太疼一些 有些治愈率高 有些治愈率 治愈率 这些 治愈率 哎呦 中文都不会说 比较低一些 然后看了李开复 他的这个说是 他这种情况还是怎么着 是有一半的机会 还是怎么样 反正还是稍微高一些的 并没有那么低 所以他自己也是 我觉得他是 他这个diet做的非常好 然后心情又好 这又是 哎呀 不是说就是 一下就抑郁了 对吧 他心情又好 然后他的diet 非常important 前几天又看了一个 一个 一个视频 说这关于这个diet 我觉得他说的 特别好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diet 什么叫diet 就是diet 英语是吧 diet 但是他什么意思呢 他的分解就是说 did I enrich today 就是did I enrich today 对吧 diet 我觉得立马就快成 我的新的一个座右铭了 人家说这个enrich 就相当于说 我今天是否有丰富我自己 或者说有让我自己受益啊 也好 有学到一些新知识 所以他说的不光是说 我只是吃东西 他说的也是包括精神上的东西 你是否对别人做了一些善事 就是知足感恩 然后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相信就是你精神上的enrich 然后包括你身体上的enrich 包括你的这个灵魂上 spiritual的enrich 都包括 所以我就说的这个太好了 所以这个这个diet 不光是你身体上 也是你精神上的 你每天读一些书 然后看一些 就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 最近我就老跟我老公说一句 特别逗的话 也是在哪看见 有一个在Money Hay 就喝咖啡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 递了一个购物袋子 然后上面写着 think rich look poor 然后就觉得特别逗 然后就 我在我那个知识星球上 大家也可以搜到我啊 里头我会放一些 平时的一些分享 和一些有意思或有意义的 一些话也好 一些知识点也好 我就放了 我说这是我 真是我新的一个座右铭 think rich 就是你的精神上的一个丰富 你的 比如你看书啊 这些都是 就是你花几十块钱买这个书 然后你学到的东西 就是以前的人也好 现在的人也好 所有的精 就是一些知识 包括就算你看小说 也是会跟作者 有一些心灵的共鸣 前两天看这读者就说 真的是 你在读一本书 读一本小说的时候 不是求医 不是说 哎呀 这人怎么这么想的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他干嘛这样 而是求同 你没准就看到哪句话 就是特别有心灵上的共鸣 我就特别能理解 就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哎 真是真是这样 我平时就这么想的 有一种共鸣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开心 所以这也是精神上的一些 一些丰富吧 所以不光是身体上 所以他就说 put something new in life 在你的生命 生活中 加入一些新的一些东西 不是说 去买东西 去消费 现在社会都是消费的 然后一走进这个商场里头 超市里头 看见那些东西 卖那些东西 觉得哎呀 真是 这么多东西 我都不需要 觉得挺开心的 这么多东西 我都是 觉得就是 完全没有必要买 现在钱都不知道花哪 就没地儿花 就 就是已经有了一些 精神上的满足 就是物质上的东西 根本就不重要 因为物质上的东西 你肯定是要 不断地去满足 这就是一个 black hole 是吧 你是一个炫窩里头 你这个 挣再多钱 你也不会满足的 所以你追求物质上的东西 是没有尽头的 是这样 精神上的世界 就是属于就是 你可以自己去 怎么说呢 就是会更满足 它时间 就是让你开心的时间 就会更长一些 所以就说 diet就是 did I eat rich today pull something new in life did I share new insights with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所以这是我在做的事啦 跟大家 跟全世界的人 怎么说呢 就是分享 我的一些 一些insights 一些见解吧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有人看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就我自己平时想的一些事 没事就老爱琢磨一些东西 也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共鸣 或者有一些启发什么的 所以你能 觉得看了开心 然后对你有精神上 有些支持 然后就就非常 已经非常感恩了 对我来说也是 我知道能帮助大家 也挺开心的 然后 然后 然后他还说了一个 说有一个叫 biological karma 什么意思 像是就是说 你往里身体放的一些 吃尽一些不好的东西 早晚是要还的 对吧 你对身体的这不好 你的身体其实也是 像你的朋友一样 伴随你这一辈子 你对他不好 他最后也会对你不好 就是一个karma 就是一个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好好照顾他 然后他就会对你 以后就会对你好 所以就是 what you give out comes back to you 你给出的 就像你 你给你身体做出一些事情 最终还要回过来 给到你 所以他说的是 真的是best dividend 也像一种投资吧 你对健康 也一种投资 对吧 你这个 你的对健康的投资 不光是你说 精神上愉悦 开心 跟朋友在一起 我上次说 怎么保持年轻 是吧 跟朋友 家人 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 包括你吃的东西 包括健身 非常重要 身体好了 很多事情 然后找工作 找对象 然后开心 就都好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个 对健身的 对健康的投资 the best dividend 最好的分红 这个红利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健康 你得到健康 你健康呢 上次也说 你就也开心了 之前说过 开心的这个六个要素 对吧 你 以后也会再慢慢再多聊啊 你健康 你就是开心 你就是比不健康的人开心 你平时 你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就真的 前两天也是有点感冒 然后 就觉得 突然一下 也没突然一下 就觉得 哎呀 健康是最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啊 我都健康都没了 我还怎么给大家录视频 我怎么还 怎么那个叫什么呀 这个这个 继续做我这个健身的事业 是吧 所以 说鲁迅 弃一从文 然后 那我现在 也是逐渐的从这个健身 过渡到精神上的一些东西 但健身还是很重要 就是毕竟是 自己就是喜欢 你就是陶醉在 自我挑战 和使劲的 就是做那一下的 那个境界里面 就这个时候 你就是忘记了自我 然后 不仅是对健康好 对心情也好 然后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你喜欢干这事 对吧 所以今天也 其实也不光说的是癌症的 一聊就 又刹不住闸了 就特抖 然后有时候 想说一些东西的时候 嗯 我经常就是会记忆很多东西嘛 然后就是 大家看我这是 也没有说完全照着念 但是就会把一些想法 一些特别 就是重要的一些句子 先记下来 然后 会有一些提示 看到了啊 好好好 我会说这些 有时候觉得特别好的句子 马上再记下来 然后想 哎呀 下回我一定要在视频里一说 然后一说这话题 就是滔滔不绝 就特开心 然后 就觉得就是 呃 大家也也也也愿意看 也有人看 但也有人骂我 但也有人看 那就行了 然后就能 呃 能帮助到大家 就很开心 又是我 我也愿意分享 然后也能帮助大家 然后分享的时候也很开心 然后虽然有时候也也懒 然后就是 大家看我这 发视频也没特规律 然后也跟大家说声抱歉 然后呃 但是都一直都想着大家呢 然后一直也特别希望 分享一些东西 呃 传播世界一些正能量吧 然后就就也挺开心 呃 OK 这个话题又过去了 反正就是 我觉得 呃 这个这个李老师说的很对呀 是吧 就是他说的这个四点 健身 饮食 呃 心情和睡眠 当然这个 嗯 很多人现在都是 包括我 有时候也会说 有时候熬夜啊 什么的 其实大家这个道理都懂 是吧 这个 熬夜真的是还是挺会身体的 也还是要保持八小时的睡眠嘛 他也这个身 人身体的排毒 也是在晚上这段时间之内 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这个饮食 心情 心情也是非常有关系 他就是说 特别幽默 那时候 心情又特别好 所以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干嘛等得病了呢 就之前就可以学习了吧 之前就可以 好好地健身 所以 又说到健身 又说到我老本行 所以就是大家 如果你觉得真的是 现在一定要下定决心 改变身材了 这再忍不下去了 那你可以来找我 我也可以帮你 毕竟我也健身女神章 因为大家现在都已经瘦下来了 有很多的这个案例 包括我的朋友圈里面 包括我平时也会放一些 放一些这个朋友圈里 截图啊 还有大家发给我的这个 贺喜的照片 说哎呀我又瘦了 哪哪瘦了 肚子又减下去了 然后几周的效果啊 什么的 然后真的是非常开心 然后觉得我自己的力量 我做了这个 花着两年时间 做这个东西 没白做 能帮助人 然后不在乎帮助多少吧 帮助一个是一个 然后每天找我咨询的人 也挺多的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就是特别快速地回复大家 因为也不想就说 不说自己有自己的事 就是肯定自己还是要做好 是吧 Did I enrich myself today 这个diet 每天还是要做好 这个要光泡在这个微信上 可能也不是我的一个lifestyle 但是我也会尽量 每天的会帮助 就是亲自的去回答朋友 比如说你要加我的微信 著名十周变身计划 然后把你这个资料情况告诉我 然后我就会给你做一些 帮你做一些分析吧 帮你做一些咨询 看你是不是适合我的计划 要不适合的话 可能有些其他的方法 可能有些人就不适合 也无所谓 然后关键是能帮助大家 就是很多人真的是看到 他们真的很着急 就觉得那么多年了 反反复复 然后有些也是反复到我这 就让我给治好了 就都是一些 就什么呀 还是有氧吧 就又说白了 有氧就是还是比较容易平抬 比较容易反弹 就为什么大多数那些减脂营 都是不太没有什么效果 很多人都说减脂营 然后又负胖 比以前还胖 减了20斤又胖回去了 然后就来找我来了 然后一下又好了 就不做附中训练就说白了 就跑步啊什么 有氧比较简单嘛 对吧 这不用太多的这个 教练的这些资质也好 然后你教的 教你时候也容易 也没那么难 你跑步也会跑 一说就说多了 anyways 然后就 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身材的话 可以加我 看我的微信 下面有我的微信 然后也有我十周变身计划的官网 你先上去看一下 适不适合你 如果还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 还可以再来问我 就著名十周变身计划 加我微信就好了 然后的话 然后希望今天的话题 也对你有些帮助 希望你能继续关注我 like我 然后在下面写下你的这个 你对这个癌症是怎么看的呢 或者你周围是不是也有 就是这样的人 遇到这样的情况 或者你有什么 什么心得体会 想说的都可以给我写下来 是吧 多跟我交流嘛 我都看我的评论的 然后就有什么想听的内容 对 回复问题 就是每次老忘 这回就不能忘了 因为上次 一下就记了好多人问我的问题 说有一个叫什么 官延宾还是管延宾 说国内做YouTube收款 是个问题 是这样的 其实有很多人问我 说这个 因为就是在国内 因为你知道跟Google的关系 不是那么好 Google 也就是跟YouTube都一块了嘛 对吧 所以这个YouTube又要翻墙啊 怎么样的 目前我所知道 就是你要求在国外有个账户 或者你是国外有亲戚也好 好像国内有一个公司 我在我的这个知识星球上 也分享过 有个公司 他在做这个 顺便说一句 我这个知识星球呢 是只是分享跟健身以外的一些东西 不会大肆说健身的 所以就是一些投资啊 被动收入啊 个人提升啊 环游世界啊 还有一些感想什么的 包括这个 think rich look poor 对吧 所以有一个公司 我那个公司应该是在 我的知识星球上分享过 可以上去看一下 我这个知识星球的链接 我会放在视频的下面 大家想加的话 可以加一下 就是看我平时在想什么吧 跟健身之外的一些东西 所以还是你需要有一个国内的银行 是这样 然后这个 sandjoyson问我说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人帮助的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需要人帮助 我也一样 真是没有谁说懂 把世界上所有的事 百分之百都懂得都精通的是吧 我需要帮助太多 但是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大多就去看书 去做一些调查 搜索谷歌百度啊等等 或者去问一些其他的人也好 就会去做一些研究 其实网上的东西还是挺丰富的 你要想只是问一些知道的人 其实你认识的人还是有限 对吧 上网 然后看书 很多东西就是 我觉得都是觉得都是从书本里学到的 所以这些 不是说直接的需要特别着急 要帮我什么事情 对吧 其实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帮助 就是你的知识的一些丰富 和人家不懂什么就问 所以就是 也挺多的 具体什么 我觉得 太多了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我 我想学的东西就是 也不能说我学习能力强吧 就开始自夸了 比较好奇 我这人比较好奇 有什么东西不明白 就问 遇到一个人呢 就看看先 看看他是 专就是专业是干嘛 不一定是做什么工作 就是看他喜欢干嘛 是吧 What do you do for fun 你平时人家 爱做的一件什么事 这以后我也会慢慢聊的 特别好的一个话题 所以这也算回答你的问题了 以后慢慢回答吧 问题还挺多的 大家就对我还挺关心的 不是挺八卦的 所以 下一步呢 是我们俩就要说一下计划 我们俩可能要去日本吧 然后 去玩 玩一圈 玩个这个 这个 大概一个月时间吧 三周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之后呢 就去巴厘岛了 巴厘岛 还是要去 住个一年班载 是这么打算的 计划赶不上去变化 总会有 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的事情出现 但是跟大家 就先这么慢慢更新吧 好吧 这个又啰啰嗦嗦了 然后如果你想十周改变身材的话 真的想下定决心改变身材 那你来找我 可以加我的微信 看一下我的官网 然后继续like我 在下面留言 想跟我说的话 想问我的问题 我会回复的 我都会看到 如果我给你一个thumb up 就说明我应该 应该可能会回答你的问题 对吧 觉得你的问题问的好 是吧 行吧 继续关注我吧 撤股的话 拜拜 拜拜 嗯